今天来说说可爱的小猴子杨子 杨子爆红之后 作品也是一路往上走 各种综艺和杂志拍摄也是邀约不断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杨子变美了 杨子是同心出道 这么多年一路走来 杨子的面部有很大的变化 也曾多次被怀疑整过容 从下面这张图片来看 杨子之前的照片脸部轮廓并不清晰 还有点肉肉的 有点婴儿肥 后来的脸部轮廓清晰有棱角 整体显得脸型变立体了 很明显 杨子的颧骨没有之前凸起了 之前杨子的颧骨很高 显得脸很大 现在颧骨调整之后 脸部线条便柔和了很多 看上去让人感觉很舒服 杨子之前的法令纹比较明显 自己还曾发微博 特地说过这个事情 看来自己很在意法令纹 而且从之前图片来看 杨子的法令纹非常重 而杨子近期的照片 法令纹明显被调整填充 之前由于法令纹比较重 整个有点显老 现在法令纹填充后 鼻翼旁边变得圆润 非常简龄显年轻 不得不承认 牙齿对于整个颜值 起到的作用非常大 从左右的两张图片来看 杨子的牙齿也确实调整过 牙齿的调整或者矫正 对于整皮脸型的下半部分的作用非常大 娱乐圈中整过牙齿的明星不在少数 比如杨颖 唐烟 杨蜜 小S和林云等 都有微调整过牙齿的形状 最最最重要的就是 杨子整得很成功 宋丹丹老师曾对杨子说 你的长相不适合演戏 不过从现在来理解 也好像有点道理 但子整容变漂亮之后 接到很多好的作品 通过一部步步作品 让杨子成为新晋四小花旦之一 杨子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 专业这块不用质疑 现在在有颜值的加持 让杨子走得顺风顺水 步步为营 杨子的性格也比较活泼 只要和杨子接触和合作过的人 都非常喜欢他 和他合作拍戏 也一定是轻松愉快的过程 可见 杨子的人格魅力也是刚刚的好 微整容技术已经非常发达了 越来越多的人都会选择微调整 让自己变得更漂亮 更何况明星们呢 都希望在镜头下的自己是美帝 是无可挑剔的 你更多 Avитесь 你更多的 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